大家好,现在我们来开始学习游戏开发基础篇的第二章 维修C++集成开发环境 俗话说,公寓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学习到 开发游戏的工具维修C++ 及维修C++的历史特点 以及如何安装和使用 首先,随着科技技术的不断发展 对电脑软件需求也在不断的增加 软件项目日趋庞大 软件开发技术日渐成熟 所以就需要一个功能强大 而且易用的开发工具 来为开发人员服务 成为开发人员的神秘利器 我们现在介绍的这一个工具 维修C++ 它就是由微软公司出品 属于维修C++ 维修Studio系列之一 并且是一个快速的开发工具 在全世界,Windows 操作系统被广泛使用 Windows 平台下的软件开发 也成为软件开发人员的必备技能 维修Studio系列开发系统 一直是在Windows 操作系统下 进行软件开发的一套 非常实用的工具集合 它可以开发多种 Windows 下的软件项目 包括Windows 应用程序 动态链接库 Windows 服务 Office 集成开发 数据项目开发等 微修C++ 6.0 就是微软公司开发的 面向Windows 程序设计的 一整套开发环境中的 一种开发工具 同时也是微软公司 面向Windows 操作系统 出品的可视化 快速开发工具的产品 微修C++ 它的特点是 支持 C 和 C++ 语言 并且以可视化技术为基础 集成了众多工具的开发利器 其操作简单 界面和功能设计 符合程序员的开发习惯 同时配合使用微软 官方开发的帮助文档 MSTN 可以给设计和开发工作 带来更大的便利 在普通的游戏设计中 微秀 C++ 是非常好用的开发工具之一 微秀 C++ 它提供了一套 MFC 内裤 它是一个很强大 扩展了的 C++ 内层次结构 它能使开发 Windows 应用程序变得很容易 而且 MFC 在整个 Windows 家族中都是兼容的 也就是说 无论是 Windows 98 到 XP 所使用的 MFC 都是兼容的 每当有 Windows 新版本推出时 MFC 也得到了修改 以便和旧的编译器及代码能够在新系统中工作 由于 MFC 编程方法 充分利用了面向对象技术的特点 其使得我们编程时 极少需要关心对象方法的实现细节 只需要满足程序的功能就可以了 有力的保证了程序的良好的可调试性 有一句话说 微秀 C++ 是聪明人学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 应该是偷懒人学 VB 聪明的人学 Derphe 真正的程序员才学 VC 这也说明了 VC 的特点 好 现在我们就来学习 如何进行微秀 C++ 的定制安装 首先我们进入光盘目录 然后双击 然后双击 现在就弹出了 维修 Studio 6.0 简单的介绍安装程序的使用方法的欢迎界面 我们直接点击 LIST 再点击 LIST 再点击 LIST 以及登陆相应的信息 用户信息 这次我们看到 服务之间家他已经开始在进行初始化安装 首先他安装的是 Java 虚拟机 因为他发现在本程序中 Java 虚拟机是没有安装的 所以说需要安装 可能有些同学是不需要安装的 这个因个人的机器不同 有所不同 3 6 8 5 3 5 7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装完虚拟机后它会提示我们需要重启电脑 下面我们重启 重启完成之后我们再点setup运行 Visio这家家的安装程序 这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设置安装选项的界面 在安装选项中我们采用定制模式 如这个地方所看到的一样 点击nest 在这一步中我们可以设置安装文件存放的路径 与文件夹 一般情况下我们采用默认安装到C盘的系统目录下 点击nest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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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我们看到了 微秀是一家 微秀studio 6.0的 安装程序已经启动 这次 它弹出了一些提示性 信息 还有注意的事项 我们不管它 直接点击Continue 在这一步中 系统会 安装程序会检查系统 如果它发现了 以前安装有 VSS 6.0 以前的版本 就会提示用户进行升级 如果用户觉得 不需要 就可以点击No 进入下一步安装过程 这时候还没有弹出来 等一下弹出来 我们就会看到 检查完前面的系统文件后 我们就可以订队 我们就可以定制我们的微秀studio开发工具 因为在本书中 我们讲解的都是微秀C++ 所以说我们不需要安装 VV Fox V4 之后 即为微秀VSS 等工具 只需要微秀C++ 6.0 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Continue 继续我们的安装过程 这时候弹出了对话框 是告诉我们 它需要注册一些环境信息 我们可以选择选上 然后点击OK 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 它已经开始安装了 维修世界佳已经开始在 电脑里面安装了 整个安装过程大概要几分钟吧 嗯 安装完成之后 它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它会弹出这个对话框 要求我们重启Windows 好 我们点击Restart Windows 程序安装完以后 我们就可以来启动 维修C++ 启动的方法是点击开始菜单 选拨维修VC6.0 选拨VC6.0 选拨VC6.0 图标就可以启动 VC6.0 启动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部署维修CIR加的项目 在部署VC6.0项目之前呢 我们需要认识一下项目中各种文件的定义 在项目中有很多很多的文件 我在这里只列举了其中的主要几种文件 一种是原文件 这种文件就是写着C++代码的文件 文本文件 我们它以CPP为后缀 为文件后缀 习惯性的我们称为原文件 第二种就是投文件 在投文件中主要存放了 在原文件中声明的函数 类以及各种变量 及一些红定义 投文件主要是用于声明这些东西 它以.h结尾 第三种就是资源文件 它以RC文件为代表 为文件后缀 这种资源文件中包含了 C++中的VC++中的对话框 资源 以及一些文字性的描述 除了这些文件以外 我们还需要认识一下 项目中经常会用到的一些文件夹 因为一个项目为了规范 涉及的文件很多 常常我们会把各种不同的文件放在不同的文件夹中 这样整个项目的文件管理起来就比较方便 在这里一般我们约定了项目的几个主要的文件夹 第一个并文件夹 它主要用于存放执行文件 就是在Windows上 执行文件主要是EXE文件 和其他的动态库文件等等 DLL的动态库 第二种文件夹是LIB 库文件夹 主要用于存放库文件 静态库文件 第三种文件夹 INC文件夹 它主要用于存放头文件 第四种SRC原文件夹 主要用于存放原文件 第五种DOC 就是其他相关的文件夹 相关文件存放的文件夹 第六种TMP 临时文件夹 它主要用于存放项目中 中间生成的一些临时文件 和一些调试信息文件等 学习完项目文件 及文件夹 以后我们再来学习一下 Windows窗体的一些基本知识 其中包括什么是窗体 及窗体与应用程序的关系 还有窗体的分类 其实在Windows中 所有的看到的东西 都是窗体 例如按钮 图标 菜单 对话框 下拉列表等 都是用窗体表现出来的 窗体是Windows 操作系统的基础 是用于生成 Windows客户端应用程序的框架 可以用公共语言 运行库支持的任何语言 如VC VB 或者C语言 来编写 Windows窗体应用程序 使用Windows窗体的优点 有几个 一是不必再为界面程序花费大量的时间 而只需要以窗体为基础 并编写相应的代码 就可以实现程序的功能 大大提高了 编程的效率和灵活性 二 程序升级 总成本较低 对程式进行升级时 只需要将界面与相应的代码进行升级 即可符合新的界面和功能需要 三 窗体支持空间结构 Windows窗体提供支持空间与空间容器的结构 该结构基于空间和容器内的具体实现 例如 我们常看到的一个对话框 就是一个窗体和空间容器 而对话框的 中的按钮 也是窗体 也是空间 这样 一个空间的结构 显著的减少了空间和容器间的交付问题 四 Windows的窗体与系统内部紧密结合 所以其可以用于实现系统中所有的内容 从浏览器中运行的不受信任的空间 到应用程序都具有很高的灵活性 五 Windows窗体是GID GDI的载体之一 所以Windows窗体包含丰富的图形接口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应用程序与窗体的关系 Windows上的应用程序 是指可以在Windows系统中运行的程序 其是为了完成某项或某几个特定任务而被开发运行于操作系统之上的电脑程序 运行在用户模式 可以和用户进行交付 具有可视的用户界面 每个应用程序运行于独立的进程 拥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利用编程语言 能够直接盗用Windows系统的API编写的程序 可以任意装在Windows系统上 机器上运行的实现 在该操作系统中可以编程实现的任何功能 在Windows中 每个应用程序的扩展名都是exe 窗体应用程序的关系主要体现在 Windows程序包含两种 一种是Windows窗体程序 另一种是控制台程序 而我们一般最常见的就是窗体程序 它的意思就是 应用程序的功能是由其内部的函数来实现 而界面上的输入与交互 就是由窗体体显出来 如对话框 提示按钮 菜单 文本框等 它内部的实现都是应用程序的函数 而显示是靠Windows窗体来体现 现在我们就来使用 VSIO C++开发工具 来创建一个 Hello World的程序 首先我们启动VSIO C++开发工具 VSIO C++开发工具 使用向导 点击Fail中的 New 菜单向 选中Project标签 选中温三尔 Application 选中温三尔 Application Hello World的程序 指定工程存放路径 当机OK按钮 这个时候它就会问你 是选中空的工程 还是点击一个例子工程 我们这里只选择空工程 然后单击Finish按钮 这个时候它会弹出一个项目创建报告 关闭这个窗口 然后我们看到了 这个Workspace已经创建成功 这个工程它就有一个Hello World的工程 单击Fail标签 这时候我们需要给这个工程 这个项目添加一段原代码 单击Fail选中New 菜单向 选中Fail标签 选中CIA加 原程序选项 原文件选项 然后输入文件名称 点击OK按钮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创建的原程序已经加载进来 然后我们输入相应的代码 输入完成代码 输入完成以后 我们就可以点击执行按钮 来运营程序 点击OK yes 就可以看到程序已经开始在编译 如果代码没有语法上的错误 它就会生成一个Hello World的.exe程序 现在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程序的界面 它就是弹出一个窗口之后 然后在窗体上 绘一个 绘秀C++游戏开发 这样一个字符的一个程序 其中我们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当点击退出的时候 它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这个对话框我们称之为Message Box 就是消息box 消息 消息 消息框吧 应该这样讲 这个时候它会询问你是否退出 我们单击yes 这个程序就结束了 刚才这里 弹出对话框的地方 就是这个东西 它就叫Message Box 好 自此我们这个第一个 绘秀C++的程序就已经完成了 刚才我们通过一段小的视力程序 讲解了如何通 如何用绘秀C++开发工具 来开发一个Windows 来开发一个Windows窗口应用程序 现在我们再来学习如何配置工程文件 所谓配置工程文件 另外就是要求把各种不同类型的文件放到不同的项目文件夹中 上一个例子中 因为生成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执行程序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执行文件放到并文件夹中进行管理 就完成了这个项目的配置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在Holoware中现在没有并文件比较凌乱 生成的文件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会放在哪里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配置我们的Holoware的工程 如何配置呢 选中 Project中的Sesting菜单项 选中Link标签 把这里的Debug改为 这样在项目生成执行文件时 它会自作把并文件夹创立 同时把Holoware的.exe应用程序放到并文件夹中 我们可以试一下 单击OK按钮 然后生成 然后我们再回到Holoware的工程文件夹 这时候会看到已经生成了一个并文件夹 在并文件夹中就生成了Holoware的应用程序 我们来执行一下 看是不是我们刚才创建的程序 是我们刚才创建的程序 至此我们就学习完了游戏开发的基础篇的第二章 通过本章的学习 通过这一章的学习 希望各位读者能够对VC++开发工具有一个比较大概的认识 知道如何安装并启动VC工具 同时 对项目中各种文件与文件夹的安排 也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 这样在以后的实际项目应用中 可以帮助快速的提高开发水平 在下一讲中 我们将学习到C++语言的基础知识